北京的一位徐先生不久前在乘坐出租车时 不注意被藏在出租车输爆架内的一个注射器针头扎了一下 结果到朝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一检测 注射器里的残留液体中可能存有HIV 也就是艾滋病毒抗体 8月21号晚 徐先生在北京五道口搭乘一辆出租车前往青河 晚10点许 车开到林业大学附近 坐在后座的徐先生准备敲起腿 此时车正好转弯 身体倾斜的瞬间 徐先生感觉右腿膝盖上方突然被扎了一下 想坐正下 这时候也挺累的 我说想抬一下腿 结果就是这么一抬腿 然后把膝盖这个地方 磕到副驾驶后侧的 装杂志的小篮筐里面 下步了 结果突然感觉这个地方被针扎了一下 徐先生随即让司机停了车 随后在副驾驶座位靠背后 放杂志的架子底下 徐先生发现了一个注射器 注射器内的残留液体让徐先生十分紧张 当晚徐先生去医院处理的伤口 随后他又找到朝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求助 疾控中心对注射器内的残留液体进行了快速检测 其结果让徐先生感到晴天霹零 检测这个不明液体是阳性的 还有HRV抗体 所以你赶紧去安定医院吧 我到了安定医院之后 直接大夫在门口等我呢 他说我已经接到上面电话了 你赶紧过来吧 给我开的药 两种药 让我那个赶紧吃 徐先生目前血液检测显示为阴性 但是否能完全排除感染可能性 医生表示要在此后三个月内再检查三次才能确定 专家表示 由于艾滋病病毒比较脆弱 在外界环境中 尤其在干燥的环境中 会很快丧失感染能力并死亡